各位老板好 我叫程鹤 今年31岁 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 煤矿开采专业 毕业之后呢 有过三份从业经验 和两份创业经验 今天有幸来到 非你莫属的这个舞台 想寻求一份总经理助理 或者活动策划类相关工作 谢谢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 对 当初为什么是选择这个专业 因为我是在河南鹤壁 鹤壁是一个煤矿型的 一个小城市 就是你毕业之后 就去到煤矿产业 对对对 是吧 所以你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煤化集团 但做的是文远 它是连实习带就业的 就是毕业的前一年 就被下放到各个企业 然后去做实习 实习定岗之后 就直接在那边上班 然后在车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呢 然后就到办公室做文员这类工作 这个煤矿工人的生活 能帮我们描述一下吗 怎么说呢 就是暗无天使 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 对下了一辈子的脚 说实话 你的四份工作经历都哪个人哪都不搭 对对对 第一份是煤矿 对 第二份是游戏 第三份你创业去搞种植 对 环保行业 对 是吧 对 然后最后一份又做到了养老 你能说说你的逻辑吗 这个也其实是在一个 在一个寻找探索的一个阶段 因为做种植 种植跟这个环保这块呢 是因为在昆明那边有一个表哥 我们两个就是想做这块的一个项目 相当于是河谷 然后帮他照看一些生意 是这样的 你是没投钱的 我投了一些 你哪来的钱呢 父母给了一些 还要在那个游戏 你父母 你父亲挣钱可不容易 对对对 亏了 亏了 亏了多少钱 一百多吧 你父亲亏了多少钱吗 亏了六十多 六十多 对 所以 所以说很愧疚 很愧疚 父亲对于你创业亏损是怎么说的 他就很支持啊 他就说不要有太多压力 爹的这些钱也就是给你留的 我们留一个养老的钱就行 对 所以说父母其实是无条件支持我的 这是你养老的那个事业的照片吗 对 你这也是创业吗 对创业 你还创 你不是刚失败了又创业 对 就是想试试吧 因为想把这个养老行业作为我自己终身的行业来做 因为每一家都会有老人 都要去照顾 那怎么不做了呢 因为公司现在 因为疫情期间嘛 养老服务 我们将近已经有大半年 没有任何项目跟收入了 本来做养老也都是一个威力的行业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靠自己的钱去支撑做这些事 我问你一点啊 你觉得你跟你爹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啊 父亲呢 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工人 踏实了 i 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 and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r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i don't feel like it i'm im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gotta get you so Services 你看这个 我其实这个车子 我是仔细看了 他希望他做这个事情 是能够帮助很多家庭 很多老人 而且我仔细看里面的内容 我觉得他确实很用心 在我们心目当中 这么朴实善良的孩子 其实是不适合创业的 对 其实我在觉得 就是现在年轻人很多 觉得不满足于现状 我就觉得有一颗躁动的心 我要去创业 其实我觉得创业在今天 是极其极其少数人的游戏 当他们创业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创业的路上的模型 是什么 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于是自己没钱 可能跟亲切朋友就借了 我觉得是对这份 你的创业的启动资金 那个尊重和来源 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我觉得 你做了多久 做了三年 三年 对 挣到钱了吗 持平 为什么不做了呢 因为就是觉得自己 缺乏这种企业管理能力 跟商业运营模式的 这个规划 就觉得 因为做了这三年 其实怎么说呢 很累 我是公司最大的业务员 然后策划员 然后执行者 所以呢 所以说自己的团队 也用不好 然后就每天就很累 所以要学习 有这方面的想法 所以现在如果 在倒回三年前 你还创这次业吗 还是选择进公司学习 我会选择一份 养老相关的事业来做 但是不会再刺激 所以你看嘛 这就是嘛 总结下来 这孩子应该是善良 对吧 这样的家庭背景的孩子 内心深处一定 有一种深深的渴望 但是我说 这所有的一些的意思 就是什么 你没有真正的理解到 父亲的艰难 撑起这个家的艰难 创业最重要的是 有没有商业价值 什么有意思有意义 那都是情怀 都不足以是你创业的理由 你今天面试什么岗位 想做总经理助理 或者活动策划类的 你觉得你做总经理 助理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 有一定的那个 管理协调能力 但是就是不具备 就很高端的公司运营 管理这样的才能 我觉得你养老的那个经历 在段东那有用 是吧 我们其实在对家庭服务 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对 所以说我的意向 就是段总这边 你想要求薪资多少 一万家 一万块钱 是不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高太多了 我觉得学历 从学历 工作经历 知识和技能 这几个方面 包括你过去的业绩 综合来考虑的话 你至少应该降一半 因为你并没有表现出来 你能值一万块钱的 职业能力 我认为如果要是 在北京的话 我还想坚持 一万是吧 对 来 第一轮选择 取货 还有六盏灯 来 天生我用菜 来 我们进入职场 情商课堂 领导指定我为垃圾分类负责人 谁扔错垃圾 都够我绩效 什么领导这是 该怎么办 这个我首先会 就是象征性的 在公司 给大家普及一下 这个垃圾分类的知识 然后第二个呢是 就像以前在那个 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有谁闯红灯了 就骑电动车闯红灯了 然后就把它拦下来 你去抓第二个人 不是抓第二个人 那哪叫抓第二个人 那就要在那儿维持 一段时间的交通秩序 就是以这样的办法跟方式 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事 你想说什么呢 就用这种方式 对对 用这种方式来做 不是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们销售部的老大 乱上垃圾 他就不要做销售了 他就在那儿抓人 待在垃圾捅旁边就行了 是吧 如果技术部的老大 出了这个问题 他也不要管技术了 对吧 他就待在那儿 守垃圾是吗 我觉得其实这道题 你达的情商确实没在线 因为你的那个思路 是赔钱的思维 所以情商肯定不行 你让 本来就扣你绩效 你在安排一个人 在这儿等着 反正谁来多 都是扣你绩效 这问题没解决 都是扣你的钱 那绕回来来讲 第一个是 你刚才讲象征性 其实首先这件事 托付给你 你肯定会认真想思路 比如说 你该怎么定规则 这个规则可能上下连动的 你也可以定 其他人也会绩效连带 这是管理的思路 然后第二个是说 对于科普的知识 你要保证一个 简单好记的方法 而且你刚才的 回答的这个问题的 这种方式方法和思考 跟你刚才所说的 要做养老的这种 情怀事业比起来 你可挺不踏实的呀 你看你创业的 这几个阶段里边 很多都是离职员东西 不可作为终身事业发展 我又自己自主创业了 这些东西 在你的职场那里边的 基本功没有过 我想问一下 他那个不是 做过半年的销售经理吗 但我看你后面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不可作为终身事业的发展 是不是不 从内心来说 是不太喜欢 对 不太喜欢这个行业 所以其实 不是 所以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你认为是销售 不可作为终身事业发展的 还是 这个行业 不可作为终身事业发展的 那在你心目中 你认为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行业 是能够作为终身事业发展的呢 对 就目前我选的 这个养老行业 是我 比较坚定 想去做下去 好 那我们就看看 会有什么样的职位留给你 来 第二轮选择 虚货流 好 还有三盏灯 花 说吧 我还是给你 大客户和活动的销售 来 无声 我这边给你的是销售稿 然后底薪是五千 然后工作地点在深圳 断东 五八大家给你岗位 是商务专员 工作地点在长沙 考虑一下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去吧 有请增花 段东 弹琴不伤感情 这个价格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薪资 如果你愿意谈还可以再争取一下 这一轮叫谈钱不伤感情 我想问一下段总 然后我到这边的具体工作 职责跟内容是 我们大概在近期在调研养老的项目 因为这个国家有政策支持 但是这个养老项目的这个难度很大 它基于社区 基于很多硬件 基于很多的这种服务的支持 我们希望你能够加入这个团队 开始去帮助 做基础的调研 从基层做起 这一点段总一定会做得很好 他也准备养自己的老了 对对对 我替自己 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产业 考虑一下 十秒钟 五八道家斯凯乐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来 可以来把灯亮起来 我都猜到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还是想坚持一万 表面上他你是放弃了 只是几个工作而已 但实际上你知道 你的短板到未来的 还会补这一刻的 因为什么呢 在过去摔过的胶 你今天还没有吸取教训 你其实既然是 把它看作一个视野 你就从基层做起 今天的六千块钱 不等于明天 你还是六千块钱 但是你只是看到眼前 这么自点利益 行吧 下次准备好了再来 好不好 再见 今天最大的收获呢 是各位boss 包括隋乐老师 给我的一些建议 包括我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不能只靠情怀 然后应该去 它是确实地 去了解这一个行业 然后来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这样才是最实在